诸位有礼了 鸡如日一脸干笑 拉着秦晨道 挺丢兄 咱们走吧 我可不陪你在这发疯 什么发疯 你倒俺在开玩笑 俺很认真的 那个徐东生人呢 让他滚出来受死 秦晨大大咧咧的 鸡如日脸都黑了 心道 你想胡闹 也不能把我拖下水 他深知 徐东生身受大伯喜爱 乃是大伯一脉支持的 若是知晓了这里的事 还不把他拉过来 狠狠训斥一顿 鸡如兄 你再这样胡闹 我可不陪你了 他无语的 放心啊 本来就跟你没啥关系嘛 清晨挥手 大哥 隔着野人废话这么多做什么 诸位 今日这事 和我们兄妹 还有子云姐姐无关 是他要来找徐东生的麻烦 诸位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鸡如星站了出来 揶揄地说道 他本来就看秦晨不顺眼 岂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你不是很能耐吗 等会儿被这群家伙 揍成猪头 看你还消不消上 众人这时啊 也听明白了 原来啊 此事和鸡如日 鸡如星并无关系 只是秦晨前来闹事 要寻去东生的麻烦 这就好办了 嘿嘿 小子 你谁啊 敢来这儿撒野 混腻歪了吧你啊 那手持狼牙棒的大汉 又把狼牙棒拿了出来 怒气冲冲的 你叫徐东生啊 秦晨眯着眼睛看向他 我当然不是 那强者一个哆嗦 他哪能和徐东生比 这不是要他老命吗 敢忙否认 不是的话就去滚一边去 没空撩你啊 秦晨挥了挥手 将赶苍蝇一般 那大汉怒了 冷横的 哼 我虽然不是徐东生 但阁下在驻地里 大吵大闹 已经影响到我们修炼了 自是不能让你再次嚣张 哎呀 俺嚣张 秦晨更怒 那徐东生抢俺媳妇 你说俺该咋办啊 啥 众人一下跳了起来 师生的 徐东生抢了你媳妇 大家第一反应是不可能 只见秦晨穿着瘦皮 十分的粗犷 他的媳妇定然也是一样 从山里面出来的 徐少的口味这也忒重了吧 难道不是吗 姬如月乃是俺内定的媳妇 那徐东生居然敢觊觎 这不是找死吗 众人吐血 眼神喷糊 如果能杀人的话 秦晨早就被杀了不下千百次了 就你 你也配得上姬如月小姐啊 众人大怒 姬如月乃是姬家大小姐 姬州第一美人 这小子敢亵渎姬如月小姐 那就太过分了 这比挑衅徐东生还要可恨呢 那魁梧大汉再也安安不住 怒道 小贼 你敢亵渎姬如月小姐 嘿 我要和你一战 秦晨瞥了他一眼 此人才后期武皇修为 不由得异性阑珊 他连墨千元这样的半步武帝天骄 都能轻易击败 又怎么会有兴趣和一个巅峰武皇交手 白白手道 你去去去去去 你去滚一边去 你又不是俺对手 而且你和那姬 啊不对 旭东生没关系 你别来烦我 众人都是十分恼怒 秦晨明明年龄也不大 居然敢这么拿口气 也太狂妄了吧 你找死 那魁梧大汉怒吼一声 盯着秦晨准备出手 可目光对准秦晨双眼的手 心中突然有一股寒意之声 他居然不敢出手 只觉得一动就会遭到秦晨的迎头痛击粉身碎火 这是他跨入巅峰武皇境界后拥有的直觉 而他十分相信这样的直觉 据先辈们说 这一种对于危险的预警 千万不能大意 为了给自己鼓气 他低吼一声 头顶顿时出现了一头蛮熊 蛮熊怒吼 他身上的肌肉顿时囚结了起来 道道清筋 暴突起来 就跟一条条怒龙环绕全身一般 哎 这是成熊的大地之熊血脉啊 我天 大地之熊血脉 哎 那可是十分可怕的 防御和力量双重加持 进可攻 退可守啊 看来成熊 今日是想在如日少爷的面前和如星小姐的面前表现一下 这么好的机会 刚才我怎么没抓住 是啊 这可是表现的好机会啊 靠 这成熊看起来老是没想到这么紧张 要能被如日少爷看中 那前途可是不可先量啊 众人懊恼 这才反应过来 这是个机会啊 以姬家的名头 驻地之中的武皇强者太多了 除非是半步五地的天骄 亦或者是旭东升这样的顶级天才 普通武皇啊 根本很难受到姬家的重视 只能在姬家担任小角色 根本无出头职 更何况 姬家在执法殿中担任高层 很多执法殿弟子都是姬家挑选出来的 姬家完全有能力将他们送入执法殿 场上很多人 其实加入姬家的目的 也是为了进入执法殿的 但是 机会太少 舞者又太多了 平素里根本没有他们表现的机会 可现在呢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被成雄抓住了 众人懊恼了 毁得厂子都清了 哎 怎么成雄还不出手啊 可是场上的情况却让人疑惑 成雄好像傻了似的 只是摆着姿势却是一直没出手 这家伙占了这么大便宜 摆个姿势还摆这么久啊 众人不知道 成雄是有口说不出 他不是不动手 而是根本就不敢动手 因为他感觉到自己面对的根本不是一个人 而是洪荒猛兽 一旦出手的话 他可能会遭到可怕的反击 瞬间就会没命 而契机锁定之下 他连口都不敢开 生怕同样的会遭受到秦晨的攻击 他额头上冷汗滚滚而下 浑身都是湿透了 只觉得无比的疲惫 不是肉体 而是精神 只要躺下来好好休息 一根手指头也不想动 这辈子不想见到这个怪物 哎 不对啊 成雄怎么满脸冷汗呢 众人就算是看不懂秦晨和成雄之间的暗流涌动 也只要看看成雄满头的冷汗 便知道他正处在无比不利的局面中 他们都是骇人 秦晨根本就没出手好不好 怎么成雄却好像打了一架似的 而且还是最艰苦的大战 跟快要死了似的 这小子有什么可怕的吗 姬如日和紫云仙子是骇人 他们也算是靠秦晨比较近的人 那种气势也太过可怕了 仿佛一头远古恶魔在凝视着他们 仿佛他们看着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片深渊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而秦晨现在就是在那片深渊 仿佛轻易的就将他们给吞没了 死无葬身之地一般 秦晨微微一笑将气势收敛起来 顿时又变得人畜无害起来 只是目光淡漠 显得有些阴森可怕 登登登的 成雄被释放开来 顿时连连后退了几步 手上狼牙棒都快拿不稳了 两腿发软 头也不回的转身就走 什么荣华富贵 什么表现一番 他都不要了 此刻他心中只有一个感觉 活着真好 这下子 众人都是不敢再说什么 傻子都知道 秦晨这是强的不像话 让成雄啊 甚至连出手都是不能的 可是 这又怎么可能呢 哪怕是九天初期的五帝 也不能仅用气势 让一名巅峰五皇下的 连出手的勇气都没有吧 还是说 其中另有隐情呢 嗯 肯定是这样 众人思来想去的 还是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说不定啊 这成雄和那小子之间在演戏呢 故意在如日少爷面前表现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否则 如何解释成雄连出手的勇气都没有啊 因为这完全不符合常理 秦晨淡淡的 现在可以让徐东生滚出来了吧 徐东生不在的话 他手下也行 今天就是来踢场子的 臭小子 你别猖狂 敢诋毁徐上 你他妈找死啊 便在这个时候 只听到一道怒吓声响起 远处 一道可怕的流光掠了过来 轰的一下 这是一个有着一头绿发的中年男子 浑身尽气澎湃 一身修为 显然已经到达了半步五地的级别 气息内敛 强得可怕 他强势而来 砰砰砰的 沿途人群纷纷散开 根本不敢轻英气疯 终又有人出现了啊 我还以为下子都不敢出来了呢 你就是徐东生的狗腿子啊 金陈道 那名强者顿时气得脸都发绿了 他哼了一声道 什么狗腿子 我乃朱安芝 是跟随徐少征战杀赏的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朱安芝啊 一把年纪了 居然还跟着徐东生啊 难怪你头发都绿了 肯定是被徐东生 给戴了绿帽子了 我回去好好问问你媳妇 儿子是不是亲生的 秦晨一本正经的道 朱安芝本来就大怒 文言更是怒火冲销 猛然的就朝着秦晨冲了过来 而周围的人 都露出了兴奋之意 秦晨目光一寒 释放出可怕的杀鱼 朱安芝的动作 硬生生的停了下来 脸上闪过了一道惊惧之色 他有种感觉 若是不住手的话 他会被秦晨轰杀 这怎么可能 他可是半步武帝的强者 而且还是老牌的强者 距离九天武帝 只有一步之遥 虽然这一步之遥 卡了他不知道多久了 可是论真正的实力 他可以说是 无限逼近九天武帝 而秦晨呢 虽然十分粗犷 但是年轻绝对不大 就算是再强 勉强踏入半步武帝 也就顶天了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这样的感觉 又是怎么来的呢 秦晨赋而一笑道 你是不是觉得 俺说的的确有道理 被俺的话折服了 没错 赶紧回家看看吧 头发那么绿 肯定有原因 朱安芝强行压下心中的恐惧 认为这只是秦晨 修炼了某种特殊的功法 擅长在精神力方面的攻击 才会让他生气 对方很强大的错觉 而不是真的很厉害 再说 对方这么屡次三番的戏弄于他 更是诋毁叙少 他若是不狠狠地教训对方 以后肯定是要被笑死的 叙少也不会原谅他呀 找死 他悍然出手 轰底下 可怕的力量席卷 他大爆 浑身尽气冲销 化作了漫天的黑色长矛 向着秦晨刺了过来 每一只长矛 都是充满了恐怖的破坏之力 哎 好心提醒你 你咋不知好歹呢 秦晨冷哼一声 竖地冲入到了人群之中 因为他看到了一开始 被自己教训 自称是叙少手下的金发男子 你干什么 那金发男子吓得魂都没了 他被秦晨一巴掌就击败了 现在看到秦晨双腿都有些发软 没事啊 我过来跟你打个招呼 秦晨说道 施展空间奥义 身形一晃 树的灵活地躲避了开来 空冬了一声 可此刻 天空中的漫天黑色长矛刺了下 其中一只正对着秦晨而去 秦晨一消失 这一毛没能及时止住 顿时就刺在了那金发男子的脚背上 金发男子顿时惨叫起来 一边用哀怨的眼神 看着朱安智 这大家都是叙少的手下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 扑扑扑地 无数黑色长矛落下 在人群中炸开 其他人也都是惨悄者倒退 因为积家招揽的强者 绝大多数只是武皇强者 如何能够抵挡住 此人的狂攻猛攻呢 朱安智嘴角抽搐 他和秦晨交手没问题 可是若是无故的伤人 以后肯定会受到处罚的 只是事到如今 他也没有退路了 必须将秦晨严惩 他怒吼一声 周身的道道 黑色气息弥满 瞬间 再度凝聚成了无数的黑色长矛 继续追击至秦晨 秦晨顾忌重施 带着黑色长矛逼近之时 他再次施展空间奥义 轻松闪避 令着些黑色长矛四处乱飞 黑色长矛乱飞 黑色光芒弥漫着 吓得周围的武者们 都是脸色发黑 这要是被刺上一剑 必然要倒霉至极 就连紫云仙子面前 都有一根黑色长矛飞了 被紫云仙子一掌拍飞出去 崩碎在了虚空里 好在啊 这次朱安芝有了准备 并未全力施展 因此没有伤其无辜 他冷哼一声怒道 喂 别躲来躲去的 你不是挑战叙少吗 有种和我一战 他催动诸多的黑色长矛 继续追杀着秦晨 宛若是万千的鱿鱼 在横行无际 但是若是秦晨避开 则迅速地撤回真缘 让长矛不至于伤到其他人 咦 不上道了 秦晨心中暗笑 有那么容易 当黑色长矛袭来之时 他以一边空间傲益躲避 一边则是用手指微微一弹 顿时把一把黑色长矛的路线偏离了 向着一名武者射去 扑底下 这一毛谁也没想到 直刺入那人大头 顿时惨叫着中招了 而那人说巧不巧的 正是之前金发男子身边的一个人 也是旭东生的手下 他残叫着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对方是不是故意的呀 怎么专往他们几个人身上扎呀 这分明长眼睛的呀 同时他忧愿地看着朱安智 大家都是叙哨的手下 你跟我有仇啊 你啊 好 好